今天偶然经过艺术街 然后看到那些壁画 涂鸦 那我又想起来 我之前拍了几期 那个关于这个题材 然后接着就没有再拍了 然后转着转 然后突然看到 有个人正在画 然后我犹豫了好久 后来还是走过去了 然后我又从那个桥 掉回来看 哇 他还在 然后 哎呦 他要走了 你看我就错过机会了 刚才我犹豫了好久 我要不要去拍 下去拍这个人正在画 然后后来我犹豫之后 我再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走了 现在不知道去到哪里去了 刚才看到他们离开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是艺术家在画 另外一个人是在给他拍 可能拍纪录片 所以想到就去做 不要犹豫 一犹豫的话 可能很多机会 你都会错失 我已经绕了一圈了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转过去看一下吧 还在 我我想 再去问问他 还在 色彩好鲜艳啊 有点那种 中国的色彩的搭配的那种感觉 但他那种构图啊 结构啊 就不是 就有一种很现代的那种风格了 我先问了他 我想要拍他 然后问他一些问题 他满口就答应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是好 因为我经常拍摄或拍摄 真的嗎? 我經常忘記了 所以這件事很不錯 因為很多人在拍攝影片 我的媽媽會開心 好的 我會分享給你 我再次上載 謝謝你 謝謝你 那邊已經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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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需要在下面的影響 看起來比較好 這是水 對,這是水的 好,水的水 對 所以我會把水的影響 我會把水的影響 在下面的影響 更加適合 更加適合 然後我會把雲 我可能會把那裡 在背後的影響 但是 那裡的影響部分 在下面的影響 很快 就是一大小的影響 所以就是這個小的東西 對 那它會長久 所以你已經設定了 對 對 我也是一個 老師的水的影響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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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想像你做了一篇 所以你把它放在樓上 所以我以前做了一篇 我會畫一篇 但它花了一篇很久 我沒有證明我可以畫一篇 所以我做了一篇 我推薦一下 我把柵帶描起來 我用一篇 我放在樓盆上 我把柵帶上去 所以我把柵帶描起來 我把它打算 你要畫一些這些 最基本的 然後你會做到後來自身 對,如果有一個很明顯 如果有一個很明顯 如果有一個很明顯 例如這個 我會做一個很明顯 然後再加上一條線 所以我會知道 對,對,對 好 好,好 所以你多做幾個? 好,多少張照片 所以你叫這張照片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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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大概30-40張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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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的项目,例如 Netflix, Gucci, Clippers 你意思是給 posters嗎? 或者他們有一個空間,想要一個空間 你給 Netflix嗎? 像是在 Netflix的建築物 我做了一個,我在 Aruba,在 Bahamas 一個月半,他們有一個酒店 他們想要一個藝術的藝術 我做了一個人的藝術 我做了一個人的藝術 但我沒有做了一段時間 很多藝術的藝術 要是在10天的藝術 所以你做了什麼? 我喜歡畫畫畫畫 我喜歡畫畫畫 我喜歡畫畫畫 我喜歡畫畫畫畫畫 但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做我的藝術 這就是你 你也是一個藝術嗎? 有人找到你嗎? 這就是叫做Renden Hotel 這是一個藝術嗎? 這就是一個藝術吧 是的 這就是一個藝術的藝術 它是一個藝術的藝術 它們在製造成一個藝術的藝術 他們會有藝術的藝術 藝術的藝術 藝術的藝術 藝術 因為它是藝術的藝術 藝術 對 所以他們給了你更多藝術 可以畫畫畫畫嗎? 他們問我如果我做這個給他們 他們有一個藝術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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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做了幾個藝術 這就是一個藝術的藝術 這就是一個藝術 所以你需要兩星期嗎? 這就是三星期 這就是一個藝術的藝術 兩星期 兩星期 這應該是一個月的藝術 這應該是一個月的藝術 你意思是這個藝術嗎? 對 這應該是一個月的藝術 其實在大多數的藝術 有助理的藝術 所以它不是只有藝術 所以你做的藝術 你做的藝術 只要我 所以這就是藝術 所以這就是藝術 這就是藝術 你真的喜歡藝術 對 我喜歡藝術 那是藝術 那是藝術 這就是藝術 這就是藝術 這10天是真的藝術 你剛才藝術 你剛才藝術 你剛才說了 你剛才藝術 你剛才藝術 這就是藝術 這真的藝術 很短時間 我做藝術 我做藝術 四次的藝術 在10天 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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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etc 11 14人 14人 15人 15人 15虎 15人 15人 15 在那一段落後我會看看 這裡是在那裡有大廣角的壁畫 大廣角的壁畫 所以很多的壁畫被拼圖過 對不起 那些大廣角的壁畫 我還在那裡是大廣角的壁畫 因為它在那裡是超級大 所以還在那裡 所以還在那裡 不錯 是吧 我叫Harlie? 我叫Francesca Francesca Franchesca Quintana 你把你的名字放在那裡? 可能 你的名字? 我的Instagram Instagram 太棒了,謝謝你 很高興見你 他聊了 他也有給很多大的公司做過這種筆劃 建築裡面的筆劃 或外面的筆劃 這個是一個酒店 他說給他很多空間 時間也比較長 做得還比較開心 還是很開心,採訪了他 他也很好跟我說了很多 也不介意 我說要放在YouTube上 沒有問題 他還誇我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採訪者 你的問題很好 反正就是想到做什麼 直接去做不要耽誤了 剛才我就真的以為我錯過了 沒想到他還在 然後我直接就去跟他聊 然後就得到很多信息 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信息 就是說我一直說塗鴉 其實這個是壁畫 不是塗鴉 塗鴉是那個更加潦草 那種就是有破壞性的那種 然後更加 沒有像那種一個整個 整副完整的這種畫 還是叫 壁畫叫 Mural 而不是Griffin 所以這個也是通過 你看你跟他學問他 我會得到很多信息 跟著你很多 更新你很多信息 對,好,我很開心 然後我就忘了我 剛剛忘了跟他合影 不過我相信就是 以後有機會再看到他